先到那個雲端白板畫面上面看一下 雲端白板畫面 就我們的那個雲端雲端白板 上面檢視與參照 檢視就是查詢 參照的話就是參照到哪一個位置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找一下有幾個查詢 今天我想教各位做一些簡單的查詢 包含就是圖書資料查詢好了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請各位看一下範例 圖書資料查詢 那如果說將來 請各位就是說把這一題稍微做變化 找一個也許到某個圖書館 它有一些相關資料可以讓你下載 你就把它變成Excel的檔案 那它就可以具備有查詢功能 比如說你想要查某個圖書館的資料 是不是有存在的話 當然不是說 當然你可以到它線上查詢系統也可以 但如果說你已經用離線 直接電腦上面可以馬上查到的話 或者說你要做自己的書目的話 你也可以 所以假設你要這個書目要自己可以查詢 那你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這個檔案先下載 下載這邊有個箭頭 你就把它點一下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把它開起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針對這個資料做查詢 然後啟用這個 啟用編輯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你會發現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這樣 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幾個欄位 A到F 總共六個欄位 那六個欄位的話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找某一本書的書名關鍵字 如果我今天希望找關鍵字 OK 那個關鍵字是否存在 比如說我想要找這個書裡面 有關什麼呢 關這個女性好了 比如說這筆書裡面有沒有關 關於女性相關的議題的 那當然你就需要什麼 下一個關鍵字 那關鍵字查完之後的話 它就需要把這個書的書 這筆書相關的資料幫你列出來 或者是說你可以查什麼 哪個作者 哪一個出版社 哪一種類型的資料 或甚至是哪一個戲所推薦的資料 甚至是你可以從什麼編號 反正這六個欄位通通可以做查詢 那你要做查詢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游標放在那個 第一列其中一個儲存格 然後你可以做什麼呢 接下來你就是再去點選那個 資料裡面有一個所謂的篩選 OK 主要我們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篩選功能 OK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點選篩選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這個旁邊 每一個欄的 這個欄位名稱的 右邊會出現一個下拉清探的箭頭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呢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這個欄位裡面放的是文字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文字篩選 那裡面的話就是這些條件 你可以是等於什麼 那如果說要找女性的話 基本上當然就是要找包含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包含的話 那就有點類似 我們所謂的那個關鍵字的查詢 OK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要做一個所謂的那個 類似關鍵字的查詢系統的話 那基本上你可以運用什麼 運用這個篩選類似的概念 然後去找到包含 包含的話你可以下什麼條件的 比如點擊它 然後這邊包含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包含裡面 輸入女性這兩個字的話 我們來找找看好了 有沒有有關女性相關 因為現在女性意識抬頭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看有沒有相關書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找到的話 總共會有1 2 3 4 本書 OK 那你會發現這很方便就可以 當然你還可以再查詢 比如說我想要查女性 然後又是哪一個作者的 你可以在這邊再做第二次查詢 也是用包含 那可以做兩個欄位的查詢 OK 那如果要取消的話 你就按一下這個取消 OK 它就恢復了 所以你會發現篩選 它的形狀就有點像一個漏斗 OK 另外的話 這邊也是文字篩選 因為它裡面也是放文作者 然後出版社也是文字篩選 這個應該也都是文字篩選 可是你會發現 書目編號 編號這一欄 它裡面都是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邊點下去的話 它出現的並不是所謂的文字篩選 而是數字篩選 OK 特別注意喔 那所謂的數字篩選 就是說 跟剛剛文字篩選最大的不一樣 你會發現這邊就沒有包含了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數字的話 如果你要比較的話 要不就是等於 要不就不等於 要不就大於 大於等於 有沒有 小於 小於等於 介於之類的 也就是說呢 你是跟這個數字去比較 它的大跟小 OK 它會等於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要查某一本書 一般的話 我們會 比如說 你在圖書館櫃台 它會掃那個條碼 那個條碼 其實背後 就是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 它就用那個條碼一刷 馬上就可以查到 這個書號 所對應到的其他資料 這個就關聯 關聯到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本書 比如說 我要借閱的話 我就把這本書借走 那就可以在那個借閱的資料裡面 會有一筆記錄 那如果我還的話 就會把那筆記錄給刪掉 OK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 查詢方式 可是 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每次都點篩選 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部分的資料 查詢工作 可不可以幫我建一個一個的按鈕 那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 敘述就是說 請輸入什麼呢 查詢的提名 請輸入查詢的作者 反正就是說 會有好幾個按鈕 那我只要 輸入那個關鍵字之後的話 它就自動幫我把結果給帶出來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 那這個也是我們 希望把這個查詢系統 再把它變成VBA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下載這個資料 那第二個的話 資料 我記得是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的那個05的部分 因為這額外補充的 然後就是找一下 這叫圖書 查詢 圖書資料查詢這個範例 那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利用所謂的篩選功能 這邊可以先試試看 那裡面當然我剛剛是用包含 那當然編號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只能用等於 或者大於 然後我們用等於 比如說要查某一本書 這本 1 2 1 有沒有 然後8 4 5 13 OK 其實如果你們去那個圖書館 有沒有 它會有那個條碼 它比例下那個小條碼 它就會帶出這一串號碼 然後一樣是輸入到這邊 自動按 如果它查到時候 它自動幫你把這本書帶出來 你會發現它要把這相關資料帶出來 甚至 如果它有什麼借閱的相關訊息 比如說它是誰借走的等等 或者說沒有被借走在架上的話 那它也會顯示狀態 然後就可以把這本書做一個改變 OK 那請各位大家了解一下篩選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把這個篩選部分 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VBA來完成 所以將來的話可以很方便 一下就可以查出來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